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注意这个后续的发展 北部房价高不过你知道吗 就连南部平都肯定的房价呢 也很惊人 肯定大街就出现了天价的成交价 这个一平将近要180万 几乎呢也快接近了高雄帝王 大圆百商千的200万元 其实呢 乌龄高达45年的透天座 这个45年前的售价一整栋 只要20万当时还没什么人买 可是现在呢飙涨了150倍 成交价高达了3050万元 可是价格超出了航行价太多 平中政府也已经太远了解 现在中央跟地方要联手打房 就是台北市副市长张金额 还有财政部长 今天共同开记者会 初步达成了三个共识 顺利的话呢 他们觉得两年内 可以让房价不再这么夸张 先寻求财政部跟张部长 来希望跟他来说明 我们希望怎么样子来创造 中央地方合作 也展现出我们地方政府的 态度跟决心 对现在当前我们觉得有责任 应该政府总动员 我们应该立即行动 这是我们今天很清楚的 大家公司觉得应该要清楚的 桃园国际机场又出包 这次是行李系统故障 造成了43航班的旅客行程 受到了影响 他们表示呢 这次呢是清晨6点多 一次修复不稳 造成行李处理的系统故障 急修复后呢 才会不正常